原来比先王文革更稀罕的是 竹称遇到危险时舍弃的鼻子 说是鼻子 其实就是竹称在洞穴中 伸出来觅食的水管 周来一般就是生肠 生肠 非常的独特在我们这里 以前我们本地人自己都舍不得吃 就是把它淹起来 因为一年它都没事 放在家里等来客人了之后 然后才把它除出来 招待贵宾的 对的 好的礼物是吧 你仔细看 其实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鼻子 所谓鼻子 是一截一截的 对的对的 这个中间它是可以掰开的 对的 你可以一掐就可以了 这样看就很明显 这有两个眼 搁点盐 陈大哥只用一勺盐 就轻松去除了 撑鼻表面的脏物和粘液 而且通过盐的渗透 还能将竹称鼻中的水分逼出 进而保持脆爽的口感 清洗干净后 竹称的鼻子 呈现出玉石一样的光润质地 加入青豆点缀颜色 盐入味 胡椒粉去腥提鲜 高度白酒消毒 最后淋上几滴香油 一道带有竹称原始味道的 声枪竹称鼻就做好了 听到声音了吗 是不是 听到声音就知道了 跟蹦跟蹦的声音 对 就是哐啦啦哐啦啦 好像吃海蛇的那感觉 对对对 跟蹦跟蹦的 对 但是它又有一点 很有矫情的感觉 对 竹称虽然常见 但是吃竹称的鼻子 却是难得的味觉体验 感谢观看